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截至今天上午位于洛杉矶 安德勒斯国家公园的Bobcat大型山火 目前已经扩展至了1344英目 但火势却丝毫没有被控制的迹象 洛杉矶消防局已经向Durati Bradbury、蒙罗维亚、Arcadia Sierra Madrid、Pasadena和Altadena 下达了疏散警告 Arcadia是官员建议位于Footail Boulevard 以北和Santa Anita Avenue移动的居民 以及位于Grandview Avenue以北的 Sierra Madrid地区的居民自行疏散 目前当地已经下令要求 Big Santa Anita Canyon Mount Wilson、San Gabriel Canyon 和蒙罗维亚 Canyon等地的居民紧急撤离 消防部门表示 近日的主要任务是将控制火灾向南蔓延 纽约州的购物中心和赌场 今天开始获准重新开业 条件是必须已经安装了空气过滤系统 纽约州张古墨上周宣布这一消息 古墨表示 纽约市的购物中心允许以50%的容量重新开业 商场还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措施 包括保持社交距离 在纽约州重开的赌场容量限制为25% 而且必须遵循类似的安全措施 古墨说通过加强型的空气过滤和严格的安全规程 包括强制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可以安全地重新开放赌场 纽约州的赌场纷纷表示 他们将使用21项安全计划 并遵守纽约州关于重新开业的指导方针 赌场的娱乐机之间必须保持6英尺的距离 在赌场在顾客和员工之间设置物理屏障 此外还将禁止在场地上提供食物或饮料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今天说 美国研发的新冠疫苗可能无法及时为11月的总统大选做好准备 这一言论与白宫及联邦疾风中心相左 他们曾表示疫苗将于11月3日准备就绪 福奇表示到时拥有一种疫苗并非不可能 但我们不太可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福奇还表示他估计的时间要比CDC在最近写给州长的信中所暗示的时间要晚些 CDC信件要求各州在11月1日 及选民参加投票前两天准备好分发疫苗 白宫方面经常对福奇表态 在年底之前才可能有疫苗的言论感到不满 政府内部人士也表示担心认为疫苗研制过程承受极大的政治压力 以适应选举时间表的需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 目前全球有176项研究致力于开发疫苗 根据洛杉矶最新发布的卫生指南 2020年的万圣节庆祝活动将被取消 TricoTree 鬼屋和万圣节游行活动将一律暂停 卫生官员在声明中表示 由于传统庆祝方式将提高居民之间的社交接触 卫生安全距离难以保持 尤其是TricoTree 因此需要暂停今年的庆祝活动 经得卫生指南鼓励在线聚会 并在符合地方规定的情况下进行部分室外的活动 比如自驾电影院 此外每年迪士尼乐园举办的大型万圣节活动也被取消 请继续做定新闻快讯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